今天和我家人來這裡吃飯 那些小姐他們又出去和朋友吃飯 只有我們幾個人在這裡 所以就來這間餐室那裡吃東西 是在我住的城市Misusaka那裡 都開了兩年多 上次來試過一次 不過上次我們坐在外面 那這次就坐在裡面 現在很多餐廳都用QR Code點菜 沒有菜牌很不方便 那些老餅習慣了都是拿著菜牌 慢慢看慢慢回來回去 QR Code因為我又是大近視 又老化又軟視看得很辛苦 所以不斷調了兩個菜就算了 其他等我其他家人叫了 不過幸好還有很多餐廳都用菜牌 方便我這些老人家 今天這間餐廳很忙 或者是月底 百分之六十都滿了 挺好挺好 因為疫情整兩年了 很多餐廳都沒有什麼生意 全部靠安排 就是那些包裝 那個上次收穫 那個切勾 那現在開整個賓食 那夠好很多 可以多夠收入 因為這主要是靠行吃 因為大家不是買外賣 和送人 是一個本項 除非你這間餐廳很小 很小 那我總可以全靠外賣和送人 但好像這間大廚也算是中小營 這樣就不可能是扣外賣 不靠上色 這間店它就用那些 不是人服務送菜送湯 它是用一個機器人 其實我覺得不一般 因為你這樣搞法就沒有那些人 不可以做工 就是靠這些東西 請少很多人 很多人會失業的 出頭就幾好 ID就幾好 但是任何一件事 有好有壞 那你用完這些的話 就沒有人可以請人 我不是很老 不過呢 其實說到自己好像很老餅 我的思想都很未開放 很新的 但是呢 好像我剛才剛才跟你說 經過這個機械人送餐 我不是很喜歡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搞到很多人就沒有工做了 因為你知道 這個世界上不是很多人 我看過一個 天才的科學家 或者醫生 建築師 律師 護士 或者是那些 年老負財 很多人他只是很簡單 他只是想找一份工 簡單單單單 他沒有那麼多工做 我也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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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怕成了 因為怕成了 沒有了機會做工工的事 很多工工 好像這樣 這間餐廳 請少許多工工 可能在日本是很不知道 很沒有文化的 其實呢 用這些機器呢 用來送餐呢 當然呢 到餐廳的老闆來講 是有個好處呢 是什麼呢 就是省了很多人工 不用請那麼多人 但是呢 不好處呢 長遠來講 對社會來講 就是 很多人會失業 當然呢 餐廳老闆是不理的 是不是 但是呢 其實呢 如果你做一個真正是老式的餐廳 還有你這些 傳統的人呢 火記很重要的 如果你請到一些好火記呢 幫你拔到很多客人回來的 因為很多客人 好像我 就是和那間餐廳的 火記的服務好 那我就 哎 就會決定去那間 有時候想一下 哎 不出去那間 去那間 是順便看看他們怎樣 是不是 真的好緊要的 好像我老爸我爺那輩子 全部都是和那些 服務啊 那些 那些很熟很熟的服務員的 那呢 我的餐呢 機器人送來了 我呢 就叫了一個紅燒肉 好靚的 你看 這間餐廳呢 我上次呢 來過呢 就在外面吃 試過之後呢 發覺他做得不錯的 那所以呢 今天呢 就來這裡吃 但是呢 我其他那幾個小狗 也是沒有來的 那沒辦法 那沒辦法啦 但是幸好有一個小狗 在這裡 我們都叫了很多菜 那樣呢 就不用怕 好像上次 只叫了兩個菜 這次可以叫好很多菜 吃 這個紅燒肉呢 切得不錯 那呢 帶肥啦 帶點瘦肉啦 那很多人或者很怕這麼肥 但是如果真正的紅燒肉呢 它們全部走過油呢 其實是不太肥膩的 那些肉很嫩 還有很軟 那當然呢 如果你是有血壓高 心臟病 就少吃啦 我是喜歡吃肉的人 如果他這塊肉呢 是多一點肉 再少一點點肥 就更加好 那當然呢 看你那天買的那些豬肉是怎樣呢 那你去家裡吃 那是辦法啦 是這樣的啦 自己家裡就不一樣 你去找最好的一塊 叫豬肉 幫你切出來 我剛剛試了那塊 紅燒肉 多好 多嫩 味道多濃 我都說這間食物是做得不錯的 那或者呢 那是廣東朋友呢 他不喜歡吃這麼肥肥的食物 但是呢 好好吃的 好送飯的 那好像我們 香港人很喜歡吃梅菜 那些很肥膩的 不过我心里说这个或是会吃你那个梅畜头肉 所以未必提议你叫 但如果你是吃肉的人不怕的话 就叫这个送饭非常好吃 送饭、馒头、送烧饼非常非常好的 这个红烧肉除了有红烧肉之外 它还有我们北方人叫的土豆 就是马铃薯就是厨子 数量都很大 对啊,忘了跟你说 我今次又记得了 价钱是18元一跌 很划算的了 因为现在全部价钱都加了 因为疫情之后 通胀很厉害 以前这些是12元 现在就是18元 我们又看到这个辣炒犬 这个款式炒得很漂亮 这种味道呢 最后味道很浓很浓很浓 一定很好吃 不过会带辣的 未必适合我了 因为我不吃辣的 但如果你喜欢吃辣 喝啤酒吃这个菜 就认真一流了 我们香港人喜欢吃辣椒炒蜆 或者干春炒蜆 我们都喜欢吃原味 我们就吃姜春炒蜆 谢谢 谢谢 那我叫了一个烧饼 送那个红烧肉 另外又叫了一个香泡泡 我也很喜欢吃的 就是这边了 那它现在呢 就有另外一个送来了 这个自动送出来了 哇 叫了太多东西 你不要忘记了太多东西 如果我其他小孩在这里 全部都不够 好了 这个送完了 走了 拜拜 拜拜 我很喜欢吃我们的烧饼 同时是烧饼 我都很喜欢吃 从小到大都改不了这个习惯 明知吃一多是身体会肥 不是太好 但没办法 你看我现在吃到 我整个饭好像猪一样 当然我上相机角度拍得不好 因为我不会拍这些 视频或者selfie的 拍到很怪怪 而且连续型 所以更加变了丑上加丑 但其实我真人呢 好像我这朋友叫我说 没有我拍的视频的样子 不恐怖的 我自己吹一下自己 好香啊 很喜欢吃 很喜欢吃的 那我其中一个小孩 它今天就叫了一个牛肉汤面 这个牛肉汤面做得挺漂亮 清清的 不错不错 不错不错 我都说了 这家店的东西是不错的 给你看一下 是不是 它又不是很浓的 清清的 清清的 不错不错 看这个样子就知道很好吃的了 那我今天就叫一个鱼香肉丝 这个鱼香肉丝 因为我们上次来吃炒得非常好 所以 OK OK 是鱼香肉丝 那我们的机器人呢 自己走开了 送完送 真是没什么意思 我不喜欢用机器人 刚刚呢 我家人呢 逼着我一天 我吃那个辣炒 蜆 我说我不吃辣的 但是炒得很好 那我试一下呢 味道真的很浓 蜆都很新鲜 但是 辣的东西我真的吃不到 所以呢 我没有办法 试加 但是呢 在加拿大呢 就可以吃到新鲜的蜆 很多 因为呢 这里东岸呢 很多很多海的 那这些呢 蜆啊 蚝啊 全部都很新鲜 在多伦多都可以吃到的 摩斯特市场都可以买到的 所以呢 是非常新鲜 好像橡白胖 蜆啊 大胖啊 响螺啊 全部都可以吃到新鲜的 那呢 这个菜呢 是我家人叫的 不过呢 这个菜呢 我是不吃的 是一个名菜来的 五間窗旺 又是很辣的 呃 我不喜欢吃这个菜 我从小到大都不喜欢吃这个菜 但是呢 很流行 很受欢迎的菜 我想你们就会喜欢吃的 我都跟大家说啦 凡是辣的东西 我是不懂吃的 就是呢 我不懂怎样吃它 就是不懂吃辣的东西 而且我也吃不到辣 好似我刚才跟大家说啦 呃 我们这些猪仔还没来呢 是不是 今天才得我们这么少人丁 所以呢 就叫了这么少少东西 如果去人多呢 就好 可以叫很多东西吃的 就试很多菜 嗯 我都跟你说了 我这些猪仔很拆得的 他又叫了另外一个呢 就是牛腩沙窩仔 这个牛腩沙窩仔做得挺好的 看这个样子 味道也挺香 不错不错 但我就吃不了了 因为呢 现在呢 减肥 和年纪大了 没办法了 那我们呢 又叫了一个韭菜盒子 但好像我所说的韭菜盒子 一样东西呢 千家 千养千味 你去每一家叫的韭菜盒子都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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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我看我觉得呢 我觉得呢 又太多了些了 哎呀 不要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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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 那这些呢 就是全部是东北菜 不是山东菜 是东北菜 除了这个烧饼呢 有些串我们那个北方 和这个香泡泡 是玉米做的 好 谢谢 谢谢 这是你叫的 是吗 是吗 你叫的 是什么来的 鸡翠 我不吃烧烤鱼的 你吃吧 我帮你拍照 谢谢拍照 谢谢 拍完吗 谢谢 在加拿大呢 过去这十几二十年呢 如果我们很多国内来的 这些 华人 是不是 红包 所以呢 他们很喜欢吃烧肉串 一串串的东西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 我很怪奇的 我从小到大 都不喜欢吃烧肉串的东西 那刚刚呢 我试了一个鱼香肉串 非常好吃 啊 不是太辣啊 那呢 我呢 都提议大家可以下次来试一下这个鱼香肉串 那好像我所说呢 每一间店做的菜 雖然是同一样的名字 但是都有一些多多少少不同的 那这家的鱼香肉串 不错 嗯 它都有一些味道呢 跟我吃到那几家就是 这些 但大致都是一样的 very good 我反而喜欢吃它这一家 那 那 当然啦 如果你叫鱼香肉串的话呢 你就不需要叫那个 卖上薯 因为大家是差不多那种旅行的味道 但幸好呢 这家餐厅怎么好呢 就是啦 这两样差不多送的呢 是不是 但是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你一吃就知道不一样 那如果你喜欢吃的话 那如果你喜欢吃的话 你就可以叫做鱼香肉串 和鱼香肉串 好像是送饭 送面 送饼 送饼 我也是 最喜欢吃的 这个就是香薄薄 是玉米做的 很好吃的 这个就是鱼香肉串 这个就是鱼香肉串 鱼香肉串 这个就是鱼香肉串 鱼香肉串 没有失水准 一样那么好吃 五斤窗 五斤窗 不用搞我 我是不吃的 那这个鱼香肉串 刚才都说了 很好吃啊 很可惜呢 这家东北菜馆 没有我们山东人的芝麻烧饼 如果有的话 一路吃些芝麻烧饼 把这个鱼香肉串 就着吃 一口烧饼 一口鱼肉串 那就是鱼香肉串 非常好 又或者一口烧饼 一口鱼香肉串 一口鱼香肉串 非常好 非常好 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呢 同时我一碰到 一些太辣的辣椒味的东西呢 或者太厉害的胡椒粉呢 我就会 眼睛会红 流一点点眼水 或者会 有时候 鼻水都不出口 所以我告诉你 我真的不吃辣的东西 但是呢 这些朋友说 如果懂得吃辣的东西的话 就认真很滋味了 尤其是在加拿大 这些天气呢 那么冷 辣的食物是非常之好的 但是烧鱼肉串 好像刚才我不喜欢吃的肉串 其实在加拿大 这个冬天吃 是认真一流的 但可惜呢 我是不吃这些东西的 它是唯一 少数几间 在我住的城市里面 在疫情期间呢 就这样开到 晚上12点钟的 饭店 大部分呢 那些呢 全部9点钟就关门了 那我问过去到 他说给听呢 他这里越野越多客人 所以他不能关门 反而早上 下午没有什么客人来的 那说不定呢 就引证了刚才我所说呢 说这里大部分年轻人呢 为什么呢 在我城市里有一间 多伦多大大学的分大学 很大的分校在这里 整个山那么大 那跟着有一个 新建了一个 Sherlton College的分校呢 又在那个 Square 1那头呢 那所以呢 很多很多年轻的大学生呢 那他们就晚上来吃东西咯 好像我以前读大学的话 我们也是日晚起码 起码十点后才去吃宵夜 有时候是十一点 十二点才去吃宵夜的 我刚刚问了我侄子 我说你那个九菜盒子怎么样 他说不错 那些料多漂亮 多新鲜 还有很多 好过我们以前去过 另外一家 但好像我所说 九菜盒子 每一家地方做的料 和手法都有一点不同 我喜欢去比较外面 身边没有那么多油 这些东西呢 我不会介绍 因为我所说 我不吃得辣 我不会吃辣的 但是我家人说 这个五间窗网都做得OK 但是呢 就不够 他们去几家 那几家的地道 和好吃 但是我真的不吃辣 因为我没办法批评 我一口都没试过 因为我不喜欢吃这种菜 平衡就是这家餐厅不错 地方挺宽敞 装修都OK 服务都OK 菜式都不错 OK的 但是呢 如果你是香港来的 或者是广东人 或者你就不适合吃这种 那么重口味的东北野 除非呢 你可以吃到重口味 又不怕那么重 重脏口味 和辣的东西 这样呢 你就可以来试一下 如果不是呢 就看你自己决定了 或者你想试试都OK的 就这样咯 我们终于吃完饭了 希望你会喜欢我今天的视频 这样呢 如果可以说呢 记得订阅啦 给个like啦 分享给朋友看啦 还有呢 留言啦 好不好 在这里祝大家 身体健康晚视频 下次见啦 现在已经秋天深秋了 出去呢 一早一晚 记得穿多些衣服 不要冻青 因为现在冻青了 很麻烦 尤其是有个琴楼 这个琴在这里 所以呢 免得她们趁你病 那就要你病 对吧 那好了 祝大家晚视频 拜拜 下次见 拜拜